急性一线炎是常见的极腹症之一,主要病名为宜关阻塞,宜管内压力骤然增高,和一线血液雷霸循环障碍等引起一线消化酶,对其自身消化的一种急性炎症。 急性一线炎,急性一线炎,是多种病名导致一梅在一线内,被激活后,引起一线组织自身消化。 水肘,出血甚至外磁的炎症反应,多鉴于轻壮年,女性高于男约2比1,急性出血外磁形约占2.4%到12%,其病死率很高,达20%到40%,一一是人体第二大消化线,位于位的后方,分为一头,一体和一尾,一线的组织可产生一叶为外分泌功能,一线内的胰岛细胞可产生胰岛素, 以高血糖素等物质属内分泌功能,病因常见的病因有胆石症,大量饮酒和暴饮暴食,一,感到系统及病国内暴当,约50%以上,急性一线炎并发于胆石症,感到感染或打到回虫,二,医关阻塞,三,去酒和暴饮暴食,四,其他手术与创伤,内分泌与代谢障碍,感染,要不分心依据亚克兰大标准, 1992急性一线炎,各分为轻症急性一线炎,和重症急性一线炎,轻症急性一线炎,以一线水肿为主,长生次性性,日后良好,重症急性一线炎,一线出血块磁,长期发感染,腹膜炎和休克等多种病发症,病死率高, 临床表现一,症状,一,肤痛为主要表现和首发症状,肠胃于中上腹,向腰背部成带状放射,使按腰暴食胃科减轻疼痛,二,体征,一,轻型急性一线炎,上腹腰痛,可有肠明依紧弱, 二,重症急性一线炎,脉搏增快,呼吸急促,血压下降,腹肌紧张,牙痛,板跳痛,肠明依紧弱或小失,可出现移动性拙音, Great Honor,张或彼仁张,全身,DRDS,急性肾衰,心衰,DM,弥漫性腹膜炎,小化刀出血, Dictor,由于胰霉或坏死组织液,严肤门后减细渗到腹壁下,治疗侧腰部皮肤成暗灰蓝色, Great Honor,张,或其周皮肤清磁,Colin,张,减轻腹痛,减少乙液分泌,防止病发症, 一,抑制或减少乙液分泌,一,减食,减硬,胃肠减压,二,胃酸,H2受体抗剂,PPI, 三,生长移速,250mAh,二,抑制,银霉活性,一,银霉抑制剂加倍值100,300毫克溶鱼DF, 一每小时2.5毫克每千克速度近低,二,乌斯塔丁的多种蛋白酶,糖和汁水解酶活性有抑制作用, 稳定溶解体酶,抑制溶肺体酶的吃饭,抑制心肌抑制因此的产生,盖上休克的循环状态, 三,解禁阵痛,普通剧烈者可用派气病,即用马飞,四,抗感染,重症病人常规使用抗生素, 五,抗休克,必须检测VVP以免影响心肺功能,六,营养支持, 早期,由于在普需绝对禁食14-30天,而且在患者能量消耗高,是正常人的1.5倍, 所以全美肠外营养是必要的,一旦一线炎症高峰过去,趋向稳定, 淀粉酶降至正常范围,肠毛病解除,即有DMP效肠内营养过度, 七,其他病发症的处理,急性肾衰,DRDSDM,健康教育, 一,正确认识别进眼,预防复发,R相除,避免诱发因素, 三,饮食指导,避免暴影暴失和嗜酒, 四,加强自我观察,定期随访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